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英國最近好像睡醒了 整個人都不同了 簡直就是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來講英國政府針對華為公司 決定要限制華為參與英國5G網絡建設的程度 而且說明要在2023年之前 對華為依賴程度清零 其次就是昨晚發生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 和英國內政大臣彭代玲 已經說明會積極地考慮 放寬BNO持有人逗留英國的期限 而且會給予某些優惠 最新一行就是由英國首相約翰遜親自出招 根據《太陽時報》的報導 英國正在尋求 建立一個屬於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 這個聯盟的目標就是要替代中國的技術和設備 避免過度依賴中國 到底這個民主國家聯盟是由哪些國家來組成的呢 英國就說 事先已經就著這件事向美國聯繫了 即是倒了一聲 一定是得到美國的首肯 成員就包括了G7工業國 分別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 另外還會邀請多三個國家加入D10聯盟 D就是Democracy 到底哪三個國家獲得邀請呢 分別是澳洲、印度和韓國 實際上約翰遜早前都已經說過了 由於全球大流行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終於醒悟到一件事 就是不能夠過度把那些物資完全依賴中國進口 尤其是戰略物資 比如說今次疫情 醫療物資 如果你全部生產線都放在中國 到其時 如果中國對你有什麼科索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掌頸就命 所以就決定了 要某一些戰略物資 就要返回本國那些生產 好了 現在搞D10聯盟 很明顯就是為了和中國抗衡 首先 為什麼會選擇這三個國家呢 先講講印度 首先來講印度就有一個先天優勢 什麼先天優勢呢 就是語言優勢 因為印度做過英國殖民地 故此英文就在印度那些地方是流通的 雖然來講印度人說的英語是有相當的口音 但是都比中國那些不懂英文 很多人都好 所以 無論印度在做電子商貿也好 做服務業也好 他就已經有這個先天優勢 其實現在有不少的美資跨國企業 他們那條電話服務熱線 都是放在印度那些地方運作的 故此大家打電話那些英語熱線 為什麼一聽那些口音古靈精怪呢 其實就是駁通了印度的服務員那時候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高科技的行業 實情印度一點都不輸蝕 不要看它好像其他地方很落後那樣 說的是斑加羅爾 斑加羅爾就有印度矽谷之稱 這個又有優勢 什麼優勢呢 就是時區上面的優勢 因為印度的時間就是GMT加5.5 矽谷的時間就是美國西岸時間 就是GMT減7 大家相差了大概就是12個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把這些高科技企業 放在印度那時候運作 就可以實踐到24小時無逢的銜接 那邊一收工就輪到這邊開工了 故此斑加羅爾 拍到大陸的中關村 以及台灣的新竹科技員也好 一點都不會給下去的 第三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仿製藥的行業 非常之厲害 印度可以說是窮人的藥庫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的專利法 專門是有利於 那些仿製業在印度那處發展 當一個廠房 他搞了一些新藥出來 當他有專利賣到那些藥很貴的時候 印度就可以下隔幾年 馬上就可以把藥方仿製了 然後就可以出產一些便宜的藥物 比起在美國的藥物成本 是低了六成半有多 故此印度那些 你可以說他山寨藥也好 怎樣也好 總之就叫做仿製藥 好聽點就 就是軟銷全球 故此印度能夠獲得英美的垂青 加入這個D10聯盟 一點都不奇怪 第二個國家就是韓國 韓國他們在高科技行業方面 一樣是發展得非常之厲害 尤其是在智能手機和半導體方面 而且他就是和朝鮮接壤 故此邀請韓國加入D10聯盟 肯定就是要來牽制中國和朝鮮 就是把地緣政治因素放在考慮中 第三個國家就是澳洲 不用說了 澳洲總理莫里森近期狀態大勇 約翰遜一拍到莫里森 那裡簡直是沒得比 澳洲一早就已經宣布了 說要限制華為在當地參與5G網絡建設 英國也是後知後覺 都是要在談英美貿易協議當中 才肯去作出讓步 好了 澳洲還有一件事 就是無懼中國的經濟脅迫 堅持就要進行獨立調查 就算中國決定了要減少從澳洲進口三成半的牛肉 以及對澳洲的大麥加徵懲罰性的關稅也好 莫里森仍然是不為所動 這種就是風骨 他沒有在這個貿易利益面前跪低 如果是比起其他國家 分分鐘未出手就已經先行去沙塌 還怎會堅持搞獨立調查 搞獨立調查對於澳洲有什麼益處 但是來說別人就是堅持核心價值 堅持要尋求真相 澳洲不是沒有損失的 我們之前也有計算過 如果減少牛肉和加徵大麥的關稅 對於澳洲的出口額來說 大概佔了不足百分之一 也是損失 一百元賺少一元也是損失 起碼來說對於澳洲種植大麥的農夫來說 就構成了嚴重的影響 當然澳洲就可以將貨品賣去其他國家 而其實中國現在不向澳洲購買大麥 他就跑去美國那邊購買 現在英國貌似很強硬 實情就是美國直接向英國施壓的結果 就是通過美英貿易協定的談判當中 美國跟英國說 不要緊要靠邊站 如果你要達成這個貿易協定 麻煩你就要作出某些妥協 現在很明顯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美國壓下去的話 英國就一直好像軟皮蛇一樣 當然英國搞政治 它自己都是留有一手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針對華為也好 BNO也好 他主要來說都是要積極考慮 說會持續檢視 說會繼續關注等等 他沒有斬釘截鐵地跟你說 一定會這樣做的 他就是要留下一個回旋的空間 讓自己轉軚 英國現在正在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言論的巨人 行動的諸愚 從來都是停留在講字 到底會不會真真正正去實踐呢 還是之前所作出的那些說法 全部都是敷衍美國而去講的 暫時還未知道 希望他真的會切實去執行 不要再一個催字 實情前港督彭定康就看穿了英國政治的東西 他昨天接受港台英文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到 說英國每次被問及到 究竟會不會給予BNO持有人擁有居英權的時候 都是表現出不太果斷的態度 彭督就希望英國的上議院和下議院 在下星期開會的時候 能夠對這件事作出明確的表態 彭督就重申英國對於香港的情況 是有法律、政治和道德上的責任 希望英國能夠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有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對抗大陸的欺凌 他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麻煩你要作出明確表態才是 不要在那裡說會積極考慮 待會又說要檢視 待會又持續關注 你一就一二就二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不要在那裡轉彎抹角了 已經到了入籍路的階段 你還在那裡搞什麼 所以彭督就非常緊張 因為他就熟知中英兩國的政治環境 故此他對於英國政府這麼漏氣 這麼賴皮的態度 他也覺得不滿 就不要說只是香港人好像要喝索 第二件事就是 彭督就希望香港問題能夠放在G7會議的議程當中 而且就希望香港問題是各國和北京交手時候的焦點 同時他就希望香港問題可以提到聯合國安理會當中討論 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是一條國際條約 而且是在聯合國當中登記了的 這個聲明是能夠確保得到香港擁有高度自治 自由和法治 實情今天李柱銘在接受商台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也說到 說英國當時履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就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都交回主權給大陸 大陸就應該是要確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才行 他就認為大陸是不能夠整天將香港問題視作中國內部事務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是永久各樣的 而英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就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主權交回大陸 所以大陸也要按照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來實踐才行 李柱銘就說 否則當初英國可以只歸還新界 那就變成新界特別行政區了 我覺得這個說法也是有他的可取之處 當然大陸現在已經收回了 米以成趨 他就說你這麼多 不過中英聯合聲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國際社會可以通過監督中國政府 有沒有實踐到中英聯合聲明裡面的承諾 來持續地看實香港這個問題 就有一個切入點去說 否則就變成了好像干涉大陸內政一樣 好了 最後有個主持就問到他 就說以往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 警察也有政治部 為什麼你說擔憂這個國安機構來香港執法呢? 彭督就說 這個政治部就是設在警隊之下 而當時香港警隊也是亞洲最優秀的隊伍 彭督還說到 說香港當然是可以有國家安全法的 但是應該就是由本地立法來通過 而不是由中央來幫香港拍板 放進基本法附件三當中實行 其實彭定康也算是這樣的 已經離任了23年 又沒有受理香港人的俸禄 這23年 仍然是非常關注香港的前途 以及擔心香港人的安危 他絕對大可以走了之後 拍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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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